各位大家午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我的食物应用 在我的食物应用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跟各位谈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份很长的文件 也许是20页 50页甚至100页 那这里面长文件 我们会遭遇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要用自动的方式 也就是正确设计的概念来去完成 千万不可以用按Enter 或者是涂法链钢的方式 来去完成其中的封面目录附录 甚至还有假设我们今天目录 要区分为内文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这里面会牵制到多层次设定 页嘛 这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希望在今天的课程 可以正确的了解到 原来是要这样子去做 然后让我们 日后如果要去修改 也都不是一个一个叫出来去做修改 那这个课程其实它应该是我的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而且大量用的功能都在常用功能表底下 所以稍后我们再花四个小时来跟各位好好分享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跟微信 WeChat 我全部都给各位 如果说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写信来提问 我早年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早公司的专任讲师 就是帮他教授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 从总统府行政院五院院部会 还有台北市政府 桃园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都是我的教授范围 后来在十年前我想说 我希望能够自我提升 所以我又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希望把我的资讯专才能够跟生物专家跟医生结合 来去解决人类这个疾病的议题 那我现在的研究是以脑中风为主 尤其是年轻型的脑中风 那我当然有二三十年的教授经验 还有写了五十多本的电脑书籍 也有三十多张国内国际的电脑证照 后来是因为大家都不看出 我就想说 那我这些影片点击后继 然后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五年后我就变成YouTuber 我们先请你到一个地方下载我们今天的一个长文件办例 就是我的操作 我会希望你要同步跟我一起做 所以我在操作部分会慢慢的讲 那我们先下载我们那个长文件 那个我这个长文件呢 请你们稍微看一下 我的长文件放在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等一下我写在白板上 它的网址内容是 因为它是网址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说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斜线 YTZ RXT 记得是要在打开Chrome之后在网址列这边输入 好 那最多同学问的问题就是说 老师等一下出现的画面 为什么跟你不一样 就是打错字 我稍微讲一下 你再比对一下 这个HTTPS 这我想不用解释 就是超文字连结的 S是security 就是安全的网址 所谓有安全 有加S 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安全机制SSL 有特殊加密过的一个网址 然后后面这个GOO.GL 其实就很像Google GOO有看到 然后这边中间一个点在GL 其实因为我这个短网址 是来自于Google公司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全世界Google公司做的短网址 都是它 后面这个6个英文字母 你可能就要稍微知道一下 YTZRXT 最后这个R跟T要大写 好了 重点是完毕之后要给你们看 我从真的很久很久以前的所有的课程 很久以前 那个2016 2016 2017 反正一直到2015 好 那一刚开始放在YouTube上面一样 没有人看 好 两年之后 哇 开始就直线上升 好 那就是看的观众也多了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今天 因为我们这个WORD实务课程 在4月13号已经上过第一次了 好 那今天是4月16号是第二次的课程内容 全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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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想说 2016版录一个版本 WORD2016跟WORD2019 不过刚好我们今天准备的是2019 我还是全部都用2019来交 可是所有的功能没有差别 好 就算你用2013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要请你下载的是这一个 这一个 2021年4月13号 WORD实务应用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讲益下载 就是电子讲益 你知道密码是什么吗 密码就是四个数字 就是这个四个数字 请前面自动加一个零 就是日期了 四个数字 因为我只想给你们知道就好了 不用给别人知道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要请你们下载是这个范例 范例 就是一个很长的文件 来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请你不要点错 请你不要往上面点 也不要往下面点 要点到4月13号 WORD实务应用的范例下载 可以吗 我大概把 到5月10号之前 我要教的课程都列在这个地方 我的专长也就是在 像大数据分析 办公室自动化 或者是做 那个城市 城市的撰写 好 我们接下来就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在这里面就一个档案叫office 40招 office 40招 当你将游标移过去到这个档案 下载在左上角 下载在左上角 你只能点左上角 请你不要点到别的地方 点到这个档案的其他位置 这是预览的意思 我们现在不是要预览 我们现在要下载 所以您必须要针对这个下载图示 点几下 点一下 在网络的世界没有点两下 因为超连结的设计 就只让你点一下 好 请点它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office 40招下载下来了 那我们这个下载下来的档案 放在什么地方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就先把所有这个Chrome浏览器 关掉 范例 如何下载 讲义你也可以去 一样画葫芦的方式 来下载下来 我们因为要做长文件的编辑 这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上课重点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一刚开始要跟各位分享多层次清单 然后介绍法律样式编号 介绍 介绍 标题的编号方式 完毕之后 我们要教你在排版上面这个样式 帮 帮助我们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再来我们要学会制作目录 还有封面 然后这些的页 要如何设计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了 我就先把我的讲义先关掉了 因为讲义的内容就是等一下我们上课 要请各位实际操作的部分 下载下来这个档案 你要知道他放在什么位置 简单的说 他就放在下载这个资料夹里面 下载下来的档案就会放在下载资料夹里面 下载资料夹就在我的文件里 我的文件就在我的电脑硬碟 硬碟也就是什么C碟 D碟 这就是我的硬碟 好 那我们现在就首先 透过档案总管在这里 最下面有一个 这个资料夹的图示 它其实就是以前我们知道的档案总管 然后请点左边的下载 你可以发现快速存取里面下载 这个本机里面也有下载 对不对都可以随便你 看你要点哪一个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发现 如果说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没有经过日期的排列 那我就建议你就点选修改日期 按照修改日期一定是从最接近 现在到以前的排列方式 那我们因为有按照日期别 我们用的是WIN 10作业系统 所以它档案总管一定有分门别类 所以按照日期排列 今天你刚刚下载的一定是放在今天里面 今天有一个档案 就是刚刚下载的 这一个Office 40招 麻烦请快速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打开来了 而且请问是用哪一个版本来开启 Word 2019版 好这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刚好今天我们教的课程内容 没有跳脱这个版本 基本上在跨版本 不会有很大的差异 当我今天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 在最上面 它会有一个黄色的底色 然后黑色文字的提醒 这个我觉得只是提醒 我相信你们对于一个颜色 颜色应该会了解 黄色它就是一个提醒而已 好它告诉我们说 小心你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路上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是处在不可以编辑的状态 但是它不会破坏你的任何电脑的内容 当然因为你没有编辑 所以你现在假设选到它 想要delete 各位知道delete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编辑 是不可以完成的 可以吗 这个档案目前只是先让我们看到内容 看到内容不代表我们就拥有它 你去 你去那个博物馆看到的所有的文物 都不是你的 可是什么时候才会变成你的 当你点选了 启用编辑 可是如果它里面有加肠病毒 也就直接带进去了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不过一般来说 我给你的档案应该不会有病毒 因为你只要知道其来源有致 你知道是谁给你的档案 我想这应该都比较不会有问题 你同事给你的档案 要不要启用编辑 当然要啊 对不对 好 请点 启用编辑 这时候就不要全选debit了 因为这是删除的编辑动作 好 现在的功能 它是一个很精简的样式 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会有功能 功能上面像这个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是放在上面的 怎么样去 还有它底下 常用底下应该有一些功能 对不对 这些应该都是要被打开来的 好预设 最好是用预设的方式 我们先做一件事 在功能标签 功能标签下面的功能 把它显示出来 滑鼠右键点 点这个功能 然后请把折叠功能区关掉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常住了 因为你关闭 就是没有打勾就是关闭 关闭折叠功能区 那就把它意思就是显示 请问这边我们是不是看到 这边有功能 再来请把这个叫快速 快速存取工具列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一样对着它 随便哪一个功能都可以 请勾选什么 在功能区上方 显示快速存取工具列 最长的那一个 先把它放在这边 这是我们比较习惯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长文件了 我希望这边出现我长文件的标题 好 所以麻烦请点 这边有一个简示 然后功能窗格 只是这边它叫导览 基本画面的设定 这个地方其实你只要记住 就是功能区 接下来呢 这边是导览 就是一个小缩图的感觉 缩图 那这边它就是文件内容 到时候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辅助视窗 辅助视窗 假设看你今天你要做色彩的配置 那右边它就可能可以出现各式各样的颜色 方便你去做选择 大概就分这四块 我所提供给你的饭本 总共有42页 那请问你什么叫长文件 很长的文件 应该是说很多页数的文件 那什么叫文件 各位就要知道咯 文件就是里面 它是由很多的文字内容 图片表格呈现 然后可以去说明一件事 好 这是我们的文件的定义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 请你先做一件事 全选 全选 然后 请点 常用 底下的 内文 请你先做这件事 通常我们在做一份文件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开始思考一下 请问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大的计划 写一个计划 写一份报告 可能有10页 20页 50页 当然有可能只有5页 都有可能 好 这时候你第一件事情 你会先把大纲写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大纲 叫做标题文字 所以我们有标题1文字 标题2文字 这些文字我们会全部都答好 全部都答好之后 我就开始来去写 这个标题的内容文字 可以 所以我全部都写完 然后 之后我就会去抓一些图片 就设计图片 设计表格 再放进去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了 所以前面这些动作 前面这些动作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做 好 所以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的 那接下来呢 Word知不知道 你哪些是标题文字 哪些是内容文字 他不知道吗 这是由谁设定的 自己 作者自己 写这个计划 写这一份报告的人 所以我们 要先知道指定 谁是标题1 谁是标题2 好 可以吗 所以请将游标 放在 成功简报关键篇 任何一个位置 你也可以选到它 可是请注意 2016年之后的版本 它允许你 这两个字 是标题1 这两个字是标题2 这三个字是标题3 听得懂吗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可是它允许了 但是我们不可以 听得懂吗 你千万不要 那个 什么 叫做 反正做出一些 就是艺术的创作 我们今天写的报告是 要一致性 你不能说 做出来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没有标准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 文件的标准 这样了解 好 来请将游标放在任何一个 成功简报关键篇 随便一个地方 你也可以全选 全选就是在 它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的前面 好 然后 请点常用的标题 样式底下的标题1 这就是标题1了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它就针对标题 它会出现了一个标题 好 这个 视窗 它叫导览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只是 检视底下它叫什么 功能窗格 我会觉得 名称不一致 这是比较可惜 我跟你讲 这意思就是下次 你还是找不到 真的 这边它叫功能窗格 它又不是叫导览 对不对 所以你 一个东西你要叫两种不同的名称 那是会自己混淆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那我们当然游标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请点常用底下 它是标题 它是标题2 请点标题2 你们都不太喜欢李老师 还好我姓孙 不是姓李 有空可以理一下孙老师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 这是内容文字 现在我教你的这些动作 我都帮你做完了 我只帮你做完标题1标题2的定义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档案关掉 再重开 就是标题1标题2都定好了 那我们稍微往下移动 移动到这个地方叫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集的技巧 有看到这一段落 这个段落应该也是标题2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将游标点选常用 常用底下的样式里面的标题2 因为它本来是内文 本来我刚刚是不是全选 然后全部把它定义为内文 好因为我把它定为标题 它就会放在这个标题的导览视窗里了 有看到我这边有第一个标题1 还有两个标题2 好 那依此类推 可不可以将游标慢慢的往下移动到 好 这个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的技巧 一样也把它设为标题2 好 依此类推 可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去找 第二个第二个章节 第二个章节就跟就跟什么简报会比较无关了 好 来请将游标可能我看要移动到第几页 很多页 很多页了 在我这边的话可能要已经到了第13页 13页 有一个段落 有一个段落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请点标题1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通常我们设定的章节 章的部分 它会全部归纳整理 成为一章 你看像这边是不是都在介绍简报 简报的相关功能 好 好 那下面这个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它就在介绍OBIS的另外一个软体 叫Outlook Outlook里面有工作 不过 这些都已经被淘汰的软体 各位就不用再知道了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它在这一个文章上面 如果你要知道说章的分节 其实我会比较倾向 请你自己先去思考 你当时你是怎么设标题1为章 标题2为节 依此类推 这个我相信 我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来去做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请你关掉再重新打开 因为我就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所以请把这个档案关掉 不要储存 然后重新再打开 刚刚我们就要逐一把所有的标题1整理好 所有的标题2定义好 这个定义完毕之后 我们的文章可以一致性的设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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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